還記得我們在大團誕生 遇到的後空翻妹妹嗎 就是獨立音樂的人都有病 我很漂亮吧 回顧當天現場 妹妹主動來找我們攀談 拜託採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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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們是認識的人嗎 不認識 這樣就認識了 這樣就認識了 拜託採訪王 我要跟你們講一件事情就是 我最近真的過得很糟糕 我前面我真的兩次都受到傷害 然後是那種我覺得一般人 要把承受起的那一種 然後我還好我跟你說 我現在整個人都正面了起來 我直接對這個鏡頭說 我會告訴你 你他媽害了那麼多女生 前面那些女生都沒有通報 然後他們都自己隱忍下來了 我他媽很勇敢 我要告訴你 絕對把你定罪好嗎 我跟你說XX 對我做了什麼事情好嗎 我們是一個社團的關係 然後跟他完全當天認識的 想說是社團的好友 就過去 結果你知道因為我們是聽團仔 然後他就跟我說他沒車回家了 然後我本來是跟我兩個朋友 我們三個人要住在我朋友家 然後結果呢 他就跟我說什麼沒有地方可以去 結果就跟我們回家 結果誰知道他跟我們回家之後 然後一回到房間以後呢 他開始就是他媽的 他就是直接拖掉他的皮帶之後呢 然後他就直接坐到床上 然後他先弄了我朋友 然後我朋友拒絕他 拒絕到已經非常不行了 他就說那我要來用我囉 就是他要來用我囉 然後結果那時候我在睡覺 我就說你在幹嘛 然後我就直接 你知道當下受害 我知道多數的女性 在受害的狀況下面 完全都不知道怎麼反應 所以我就跑去廁所 開始冷靜下來之後 然後我回到房間之後 我已經看到我朋友 直接蜷縮在那個床上面 然後整個人都非常的害怕 他事後跟我講說 把他翻了大概五六次左右 然後他整個人把自己包緊 才沒弄他 你知道他跟我說什麼嗎 他跟我說做愛也是被愛的一種啊 我說你在公三小 然後他就後來跟我講說 他說你要不要跟我做 我直接跟他講說 我不要跟你打拋 然後我整個晚上 我他媽都沒有睡覺 因為我很害怕 整個晚上都在跟我朋友 講電話代表說 欸幹還有人在跟我講電話喔 你自己就是從報案 然後到準備搜證地錄 這一切路上 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 或是 我本來不想要處理這件事情 我想要直接離開台北 然後就是他媽fuck out 管他的 不要理他了 因為整個心理承受不了 然後那時候 我朋友因為他未成年嘛 他就跟我講說 他社工說要通報 一定要通報 我想說幹我已經不想處理了 然後結果要通報 我整個人就爆炸了 然後我就 哭了他一整坨衛生紙 然後就是哭完後就整個發洩 中間遇到困難就是主要是家庭 主要是覺得說沒辦法克服 但是我也是 跟我朋友談過之後 我朋友直接打電話給我媽 然後講這件事情 然後 就是說 我其實沒有任何錯 就是 對 因為我其實原本很害怕 就是當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會檢討被害者說 你為什麼要讓他進你房間 你為什麼要讓他這樣子做 你當下為什麼不拒絕 但是那是因為我們害怕 我們還沒搞清楚狀況發生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希望這個社會 不要再去檢討被害者了 我覺得 被害者已經就是夠慘了 你們能夠給予的東西 就是一些能量 跟一些擁抱 對 然後那些爛人呢 我會讓他們得到應有的教訓 你是用什麼樣的心靜去克服這一切 其實我原本呢 就是本來已經不想要 不想要告了 就是我整個人崩潰了 然後可是 就是我後來慢慢慢慢的 因為本身本來就很有爭議感 而且我很勇敢 我媽說這是我從小的特色 那你覺得 困難一定要面對嗎 還是有時候逃避也是一種方法 我跟妳說 我們人 要知道自己的能耐在哪裡 這邊 這邊是我的能耐 然後我所面對困難 以及我心裡所累積的一些負面的情緒 跟一些焦慮的狀況 已經達到7%的時候呢 你可以逃避 絕對事實的逃避 沒有 沒有錯 絕對沒有錯 我跟妳說逃避其實是會緩和妳的情緒的 因為我自己也逃避過 我休學就是逃避啊 你知道嗎 然後我緩和情緒之後 我整個人正面起來 整個勇敢起來了 所以呢 我就又面對了 所以人生就是不斷的一直在 逃避跟面對的過程 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經歷人生困境後 妹妹決定要暫時離開熟悉的台北 展開新生活 我在台北生活了18年 我現在今年18歲 然後呢 我明天下午6點 我就要幫我 幫你彰化住了 他媽的我要離開台北這破地方 台北呢 就是一個 大家都走很快 然後就是一直找一個目標 然後大家就是一直往前 想要幹嘛 然後他沒辦法停下來慢慢感受生活 你知道嗎 你知道生活本質什麼 我在帳號慢慢的生活 慢慢的這樣子齁 然後我存了一筆錢之後呢 我先買一台機車 我其實不是很會花錢的人 我只要就是存下來就好了 而且我跟我爸媽都溝通好了 你知道嗎 跟他講說 你們不用擔心 我會經濟獨立 對 經濟獨立 最後 我要跟你們講 我最近的人生體悟 我現在是很正面的狀態喔 所以我要跟你們講兩句話 鳴記在心 第一句話是 不要被別人影響情緒 第二句話是 人沒有絕對的善與惡 你之後搬到彰化 就你對你的未來 其實是有重新的安排的 對 有重新的安排 那你有想要達成什麼嗎 或你未來想要成為怎樣的人 喔 我想要成為怎麼樣的人嗎 其實我最初的 最初的夢想 還是想要當 當一個 藝術家啦 可以住在一個 絕對不是台北的地方 對 然後我在那邊慢慢的創作 或是幹嘛 然後 然後我覺得基本上 人不用賺太多的錢 我做自己開心的事情 然後能夠養活自己 然後交一些朋友 然後好好的過自己的生活 快樂最重要 還有安全也很重要 還有你要 以自己的感受為最重要 他們如果想要傷害你的時候 你們真的要拒絕 要學會拒絕 真的 而分享完自身經驗 妹妹也想對於目前 曾經的性犯罪受害者說說話 我想要跟你們講的說 就是你們當下可能會很害怕 然後你們會 就是 甚至有可能有那種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就是你們會愛上 就是傷害你們那個人 欺騙自己說 喔 這一切可能都是由 愛然後 所產生出來的東西 然後 盡量去化解你們心裡的那個 不舒服 噁心的感覺 但是我跟你們說 這件事情如果不處理的話 以後 它會 它會再爆出來 會在你一次一次的時候 你會突然 就整個人崩潰 會爆炸 但是我想要跟你們說 我跟你們說的事情是 就是 我 現在有個垃圾 等著我被處理 你們 可以把那些曾經 就是傷害過你們的人 投射在那個垃圾身上 我 會幫你們 告訴他 讓他得到應有的懲罰 然後 然後 就像我剛剛跟你們說的 你們如果真的很難過 覺得情緒需要釋放的時候 就找人 不要擔心說 有人承受不住你的情緒 因為 有些人情緒好的時候 就會接住你 你活著一定會經過一些 你會經過一個難關 還有一個難過的時期 然後你不要想說 你過了這個難關以後 會比較好 因為人生會一直經歷不同的難關 然後 可是呢 你經歷到這些爛人爛事之後呢 相反的 你會遇到一些貴人 還有好事 才會讓你開心的東西 所以呢 人呢 活著 真好 就是我們會痛 我們會開心 我感受得到 就是活著 我很享受這個過程 所以 拜託你們好好活下去 真的 最後 我們與妹妹道別 她要回去聽她最愛的樂團 老婆嗎 過去的傷心依然存在 妹妹選擇用對未來的期待 覆蓋過去的傷害 從逃避到面對 從無錯到勇敢 也吸取自己的勇氣 能夠散播給更多的人 還沒看大團誕生特輯嗎 趕快去看 阿 我的表情會很緊張嗎 會 很緊張 那沒關係啦 你放輕鬆 我超不Chill的 我的表情 那Chill的人會是怎樣 好緊張 啊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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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 Original 好 會 好 每回 都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